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冷眼 这是客观真实去反应整个视察行情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冷眼的频道 欢迎订阅冷眼的频道 那么现在是美国洛杉矶时间的一个早上的一个6点51分 目前比特币价格是在一个48100美金的位置 那么比特币已经在这个48000美金附近震荡了有两天的一个时间 那么昨天我们给出的一个判断 就是比特币去回踩下方的一个支撑之后 这个红色的线支撑之后 就要快速进行反弹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现在的一个思路 比特币它是来到了一个红色的支撑线这里 那么预示接下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那么它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昨天我们的一个失误是 回踩这个位置 回踩这条线进行反弹 在这个位置进行反弹 那么上方的一个主力 必然是在一个5万美金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主力 短时间来靠说的话 那么之前的话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在这一段 这一段 拉伤 这段到一个4万3千多美金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震荡的一段时间之后 又快速进行一波爆拉 那么这一段直接是上涨了差不多 有4万 有4万 那么这个位置4万4千美金附近 上涨了4万8千美金 那么足足上涨了有4千美金的一个 上涨的一个空间 那么这一段到这样的位置 到下方的一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段到这一段 足足上涨了有4千美金的一个波动 如果我们拿到这里来说 拿到这里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一个思路 那么在这个位置 上涨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它也是有 这个位置上涨的位置 它也是有4千美金 也是到一个5万2千多美金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比特币的一个行情的话 那么在继续向上涨的话 是很有可能的 那目前来看 那么之前比特币的话 在这一段的话它是 进行了一波的一个拉伤 上面这一段 这一段一个小的GP我把它打开看一下 之前它是在这样的位置 是拉伤了一把 这个位置这一段它是拉伤了一把 那么这一段是拉了4千美金 如果在这个位置 继续在这个位置 航排一段时间继续回踩 这个位置之后又继续反达 那么又是4千美金 那么它是很有可能 会到达一个5万2千美金的位置 那么很多的一个空头的话 就会爆完 就会爆完 所以说非常恐怖 非常恐怖 那么现在做合约的话 现在一个思路的话 它正在比特币 你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的话 正在处于一个 4个小时级别的一个 布银带的一个中上方的位置 而且上方的一个压力 也就是在5万美金 也和我们之前 一个小时级别的一个情况 一模一样 所以说它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反达 去击穿去 是它这个5万美金 是很有可能的 现在的一个位置 因为的话 它这个布银带的话 说实话 4个小时级别的话 它是开口的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 下方的一个防守线 防守也就在一个布银带中轨 也就是4万6千美金附近 4万6千美金附近 4万6千美金附近 是有一个防守 所以说我们做好一些准备就行了 那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胜涨 一个概率还是比较大一点 虽然在4个小时级别 这里出现一个不好的信号 一个死差的一个信号 但是也有可能 如果量能及时出来的话 在这个位置出现一波量能 像之前这些量能多的话 马上就可以化解 这一波的一个死差的一个情况 再继续的进行向上拉 那么4个小时级别 虽然出现这样的一个信号 但是目前的话 我们还是很乐观 只要它没低穿 这个布银带中轨的位置 研究室有很大的可能继续向上冲 因为的话 它突破这样的位置到52,000 是很容易达到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天之内线 一天之内的线 它也是在一个布银带中上方的位置 而且的话 这个布银带口 开口是朝一个打开的一个开口 也就是放量变涨 就是一个变爬的一个情况 但是从日线级别 我们看到一个良好的信号 就是这个MSAD的话 它在底部 形成的一个底部 形形反超一个日线级别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反弹的话 也是非常猛的 非常猛 那么短期内的话 可能还有一波的一个上涨 那么回调的话 它下方的支撑也是在 四万五四万六附近 是有比较强劲的一个支撑 这也是可以看到 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一些情况 以太坊的话 昨天我们给出了一个推论 昨天的话 还是要继续回踩之后 继续进行向上涨 那昨天的线还是画在这里的 在一个 三万三千多美金 三千三百多美金的位置之后 就还是陆续的继续看涨 看涨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也就是一个布银带中上方的一个位置 那目前的话 它这个形成一个 打开了一个向上的一个通道 一个小时级别的话 之前的话 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它是 这一波的行情 之前它是被打破了 逐渐是向上冲 也是打到了一个 0.5附近 这个黄金分副尔菲莫娜器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接近这个0.618附近 已经还有几十美金 可能很快就达到一个0.618附近 是比较强劲的一个支撑 也就是在一个3500美金左右水平 是 接下来就是要去试探这样一个位置 我们去把一些 反正上方的一个位置是在一个3500美金的位置 目前的话 它是形成了一个比较 比较好的一个趋势 从4个小时级别来看的话 它是已经形成了一个 一个上涨通道还是比较猛 之前它这个位置一路是打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位置是打破了 打破了以后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上涨 这个位置 对这一段 那么是之前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听信能源 在这个位置买入的话 那你是不是这一段 是不是可以吃到 这一段是不是可以吃到 这一段上方这个位置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非常很明显的一个买入的一个信号 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接下来 可是现在的话还在一个上涨通道当中 所以说我们看它继续进行 回踩 回踩这条支撑 仍旧是可以去继续进场 那目前的话 它有望去试探这个黄金分割线 也就是一个0.618附近 那么接下来的行情还是比较猛的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 主要是分享比较比较以太坊的情况 如果大家也喜欢冷眼的频道 那么欢迎订阅冷眼的频道 那么今天的内容 主要是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